主席,政府說市民是抗疫疲勞 現在市民不只抗疫疲勞,是抗疫沮喪,甚至抗疫憤怒 特別是政府最近的脫漏,令市民非常生氣 我想第一個就是延遲檢疫或延遲送院 這點司長你也承認 但這點其實真的很離譜 其實很早抗疫了一年,現在不是初初抗疫 其實延遲送院、延遲檢疫已經不是今天發生 我自己也不知跟了多少個案,跟局長親自說 說你們這樣延遲檢疫的話,是沒辦法令社區清零的 但不到不死人,不到社會輿論有這麼大反應 你們一天就處理了 是不是每一次都要這樣,才可以處理人手調配呢? 才可以縮短流程呢? 希望政府真是反思,這一點真是令市民不能接受 很多市民都打給我,因為現在譯下真是遍布全港 其實延遲檢疫這件事是很實在的,市民是知道的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她家人,她家人又擔心,大廈的人又擔心 希望政府真是做到即時或一日裏面做到,將她去送檢 第二個延遲市民也很生氣的,就是指定酒店 其實雖然明天就會實施,但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也是太遲 其實就算本會不同黨派的議員提醒你建議,搞指定酒店都很長時間 大家都明白,為什麼又是要這麼遲,那些留學生都回來了,你們才能搞得到呢? 其實不是做不到的,特別是司長,你是負責統籌帶領的角色 我希望司長在這方面可以下多點力,顯示多點你的統籌本領 讓過去的失敗情況真的不要再發生 除了市民憤怒之外,其實今天我們討論的就是64億的支援措施 本來支援受影響的行業,其實大家都應該是支持的 不過司長,我也和你表達過,其實對於你們這次的安排我是很不滿的 原因是我不知道你用什麼方法去製造這64億的內容 給我看來就和上次一模一樣,你有沒有問過本會任何議員? 我想問你,起碼民建聯我們想和你提議,也沒有這樣的機會提到意見 不要說去諮詢市民,那是不是這樣做公共政策? 其實很多市民透過我們民意代表,是希望給你們很多意見 是否師長,你說很忙?是很忙,但不應該是這樣 是連基本的諮詢,聽大家的意見都沒有 其實很多行業都很艱難,很多行業,很多市民零收入了大半年 他們都不明白為何師長,你的防疫抗疫基金的準則是如何 為何每一次他們都沒有機會受惠? 我希望師長,始終這些都是要令到有些受影響的行業急著用 但你剩下的應急前,希望你多聽各方面的意見 也不要再有這些情況,如果你推出重要政策的時候 現在立法會,特首就說來和我們說現在立法會是我們重要夥伴 但事實上,從這個防疫抗疫基金起碼我感受不到 也認為政府在不同黨派溝通方面,真的要主動用心去聽 最後就是,其實師長你剛才也說了,說真的,派錢或者救市 真的不能夠無止境這樣做,關鍵都是要清零 關鍵都是要讓市民見到,何時可以恢復經濟 但是,又是不好意思的,師長,市民呢,其實真的 為何說憤怒,為何說很沮喪呢?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師長或政府採用的措施一年來 其實沒有大變的 之前我在衛生 panel也說過,簡單來說就是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回應式也未夠前瞻性 初初我們也理解的,但是經過了第四輪 是不是我們也是想這個cycle不斷不斷重複就是好呢? 如果這些做法是會引致另一個cycle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大膽一點,突破過去的思維,用一些巨前瞻性的方式去做呢? 可不可以將你的專家組擴大那個範圍呢? 外面有很多人都給你很多意見,是不是? 我覺得他們那個專業性都很強的,但是政府也似乎 只是繼續在循環,循環又循環當中 師長 多謝理議員的意見,我們一定會把它好好反思 第一,我剛才說過,我們今次的事件 不幸事件真正是很難過的 很難過,可以避免的 如果不是發生幾座大廈,要一次過 那麼多人要來徵花園等等,抽了很多人手出來 我們一定可以避免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這些問題不會再發生 因為現在人手,我們盡量多,盡量反應快 盡量接觸到那些市處 我們經一時常一致,吸取了經驗 指定酒店那裡,我們已經有幾間 上星期六開始已經開始運作了 所以有五間已經投入了服務 然後明天就其他36間全部可以起動 在溝通那裡,我也解釋了 這次我們真的有時間上,因為他們已經很急 我們開完會之後要推出整個計劃出來 所以連記者會我們都很急去召喚 六點鐘才行 在過程裏面,沒有時間跟政黨打個招呼 或者溝通,但我承諾下一次如果同類 我們一定要保持溝通 讓你們知道政府在想什麼 最低限度 這裏因為時間的倉絲 我們真的可能在這裏做得不太好 另外我也同意你,我們一直都在做 政府是專家意見,我們很樂意聽 不是限於我們四位行政長官的委任 那四位專家邀請 我們其他意見,我們坊間都不斷吸收 我們都是一個開放式的做法 多謝你,李議員你的意見 主席,我還有第二輪 簡單來說,我很希望政府真的痛定思痛 現在市民最需要見到就是政府可以團結社會 一起去達至清零的目標 施政報告,行政長官就說清零是目標 但施政報告發表到現在 我也看不到有什麼路線圖和時間表 司長,我們農曆新年就是抗疫一周年了 你有沒有信心回去和行政長官 和你們的團隊商量下 可不可以以農曆新年作為清零的目標 我們倒轉去推算 如果新年要清零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什麼措施 和市民一起去共議 能不能夠一起達致這個目標呢? 很多市民都說長痛不如短痛 聖誕我估計做不及的了 因為你們從來都沒有想過這個方向 聖誕只有幾天 我當然是希望聖誕和農曆新年 但如果聖誕和農曆新年做不到 農曆新年可不可以呢? 農曆新年一周年了 可不可以想一下 可不可以有這個決心 和市民一起農曆新年前做到清零呢? 讓我們不用抗疫抗一年呢? 我想這個大家主席共同願望 我們希望盡早走出棍局 盡早打完這場仗 啊